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我是瘋仔 逐世賽周終於完結了,又是回到來利物浦的比賽時間 今晚的墨西翠特郡打悲戰,主場對著愛華頓 理事台會由批波派對舉行,名額就爆了 來的朋友,今晚7點就可以入場,到時見 講賽前資訊之前,想說一下 這場球是星期六的早場,英國時間是12點半開球 9月份的國際賽周之後,其實我們又是安排了星期六的早場 11月份國際賽周之後,對晚成場球最近也宣布了 從星期六的尾場時段改到早場時段 上個月高普才投訴過我們經常都在國際賽周之後要踢早場 球員們的恢復是受到影響的 結果下個月還要故意改多一場球 安排我們去早場享受 根據媒體統計,自高普上任以來 國際賽周之後踢星期六早場我們 將會踢第十三場,就是今晚的時候 而第二的車路士,晚成和熱切都只有五次 相差是超過兩倍,已經超越了偶然可以解釋 對於我們的球員們,尤其是遠征南美洲回來的球員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講完一點的前設之後,就講回打比戰的前瞻資訊 球員在這兩個星期內分散到世界各地精戰 大家最擔心的當然就是球員為國家谷中盡水 然後受傷歸隊 而當中最不幸的消息當然是羅伯慎 雖然蘇格蘭經歷了這兩場外圍賽後 確認了可以參加明年的歐洲國家杯 但羅伯慎這位國家隊隊長 就在上星期五對著西班牙比賽中 因為肩膀脫膠而被換出 或者從我們東方人、中國人的角度去看 就會覺得為這些東西看過鐵打撲回好一隻腳就可以了 這些箱好像很小事 但對於外國人來說 其實以往都見過是需要休息幾個星期 甚至幾個月的時間才可以復出得到 而Gopo昨天就在賽善記者簿確認 羅伯慎的肩膀受傷是需要動手術去根治 雖然不做手術都可以 但長遠來說就會有更大的機會再次觸傷舊玩 可能就跟我們聽說慣性脫膠的情況類似 所以球隊就決定了聽從軍醫的意見去做手術 媒體估計這次的傷患會需要約三個月的時間去康復 至少2023年之內都不會再見到羅伯慎 以往羅伯慎在我們隊中就佔據了大部分左閘的出場時數 每季是踢4、50場球都只是等限時 現在又面臨一段這麼長時間的缺陣 真的自他加盟之初用半年適應了來搶倒正選位之後 都未出現過 森美卡斯一路都很少被連續使用去踢正選位 三季多少少的時間才合同踢65場球 其中只有36場聯賽上陣 還有說接近一半的上陣次數都是後備入體 自從上季的球隊轉了踢法之後 左閘的防守性其實是變得更高的 連羅伯慎本身踢上去已經有點勉強 而森美卡斯的防守能力相對上還要更差一點 反而高普有時利用他的全中能力 推過森美卡斯上去左翼位 而羅伯慎同時也在場踢左閘 現在森美卡斯再要拉後來踢左閘位 其實真的比較尷尬 今季他輪換上陣的比賽中表現也沒有說服力 說真的這次羅伯慎的傷患也很令人擔心 而高普的賽前記者會中也說 森美卡斯不是唯一一個左閘的替寶人選 始終他也不可以踢足所有比賽 祖高美斯會是其中一個人選 而他初初由查爾頓買回來 比羅渣士提拔上一隊的時候就是先踢左閘 還有上季外借去蘇超基爾馬洛克表現出色的 19歲小將羅克張白斯 今季已經在聯賽杯後備落場 踢過草拿到的地標戰 又試過在聯賽和歐霸操後備席 開季前也有份跟大隊集訓 他可以踢到左閘和左中堅的位置 雖然國際賽期間效力小腳好像受了傷 但高普也說他星期四已經跟著球隊操練 相信今晚至少會看到他坐在後備席 同時高普還說陣中有其他小將的選擇 例如最新被提拔上一隊操練的 18歲小將卡林斯簡浪 Columb Scanlon 球隊在兩年多之前 從百明漢的青分買入 跪前熱身賽他也有份參與 是一個速度幾快的年輕球員 在左閘位暫時未有哪個球員站穩陣腳之下 所有潛在上到位的年輕小將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我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反正我們的左閘都是防守優先 不妨考慮將用球能力不錯的中堅小將 曹尼昆沙都搬到左閘位置用 今季都已經在聯賽杯中看到他收獲了一個助攻 而羅伯神的長期決陣的確是我們這幾年都未遇到過的情況 球隊或許都需要時間適應一下 或許都要想一些具創意的方法來應對 始終我們都沒有太多實戰去驗證我們所有左閘的替補方案 國際賽週後添加的雙兵 除了剛才提及的羅伯神和盧克張伯斯之外 參加蘇格蘭U有一比賽的賓都克 亦都因為肌肉受傷而回來缺席操練日 不過問題應該不是太嚴重 而除了這些新傷之外 國際賽週之前已經傷緊的塔古艾坎達娜 和巴士敵體仍然還未能復操 居力士眾斯今晚一場打比戰 亦都要停賽他的第二場 所以中場位置的人選本身都很緊缺 而且麥卡利士納在香港時間週三的10時 才開球踢阿根廷的世界盃為賽 即使高普說今次球會 埋排了更快的航班 去接送由南美洲出征的球員回到英國 令到他們在英國時間的週四 已經可以參加球隊的操練 上個月高普在星期五的早上賽前的者會 都還說未見過在南美洲回來的那群球員 所以見到那群人可以早回來英國避戰 絕對是一件好事 但始終其實周居勞頓都很影響到他們的體力恢復 始終他們是踢完一場重要的比賽 對於國家隊來說重要的比賽回到英國 而上個月小麥在國際賽州回來的那場早場吃正選 是真的完全不在狀態 搞到最終要半場就被換出 今次高普還是否會再信任多他一次來搏一搏呢 中場上的選擇其實真的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 而相對上前線的狀況就會比較好些 之前對熱刺收捕受傷的加普在星期四的操練片段中 已經看到他復操了 高普就說這一課是他相遇之後的第一課操練 就會視乎他的狀態才決定今晚會怎樣用他 而祖達就完成了他紅牌的停賽可以復出 效力葡萄牙的兩場比賽也只是後備落場 所以體能狀況上他應該算是比較好的一個 而從南美洲回歸的迪亞斯和紐尼斯 就和小麥一樣都會有些體能上的顧慮 不過紐尼斯在烏拉圭的表現就真的狀態大勇 和迪亞斯兵容相見的一場 就保持階段射入12碼碧和哥倫比亞 再用一個入球一個助攻 就幫烏拉圭在史格超過20年的情況之下再次擊敗巴西 他的插水式頭槌入球和底線揹著兩個防守球員 仍然能夠出球傳中助攻給隊友入球 這個狀態之下都頗有利 他回到利物浦繼續爭取正選位置 看來烏拉圭找了比爾沙上任做主教練後 都幫了紐尼斯不少 之前紐尼斯也在訪問中說過比爾沙經常跟他溝通和給他改善表現 今季也看到紐尼斯有明面的進步 講完這邊的軍情消息之後 就講一下今晚的對手艾華頓 他們的陣容相對上比較完整些 就沒什麼很重要的雙兵 甚至乎連藍尾兵他們也沒什麼 所以相對上的負擔比較小 而近季經常影響著愛華頓發揮 又經常受傷的前鋒卡巴羅雲 最近就復出了 踢五場球已經入了三球 還幫球隊拿到三場勝仗 比起開胃初段聯賽五場只得一分的愛華頓 已經有明顯的不同 愛華頓有他和沒有他 前線的入球能力真的相差很遠 再加上中場位置 愛華頓那邊有安娜娜和杜古希這些中場球員 非常硬正的黑人 在打給戰的刺激氣氛下 最怕就是對方出招殺傷我們幾件 而說到近況方面 剛才也有提及過 愛華頓的近況是有明顯的改善 開季雖然五戰只得一分 但是近四場球的話 連賣聯賽杯他們是贏了三場 不過戰績上當然好看 但對手的實力其實是窄窄的 作客贏今季八場球只得了7分的奔福特 其實奔福特現在跟他們一樣是得7分的 主場他們就贏了一場排的 美爾其中一隊降班熱門的班尼茅夫 以及聯賽杯裡面 就贏了半力出擊的阿士東維拉晉級 說到贏了三場的對手 其實都是有點參差 還要剩下他們輸了那一場 是主場輸給盧頓 貢獻了盧頓史上英超的第一場勝仗 所以雖然戰績上近況是有改善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到威脅我們的地步 我覺得這一方面都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只不過愛華頓一季 我們都說他只是打兩場比賽 就是墨西塞特軍的打比戰 永遠都在這些時間他們是最出力最有鬥志 就算我們真的可以最終拿到贏的結果 可能也要付出不少體力 甚至有球員會用戰受傷 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 奧力治、雲迪克這些已經曾經在愛華頓 這些打比戰裡面受到一些粗暴的攔截 而受重傷 我們也受到一些很大的打擊 而雷迪們今晚除了祈求勝利之外 我想第二件事就是 望班球員們可以平安無事地完整這場比賽 而這一方面我相信也是 為什麼雷迷會想愛華頓降班的主因 因為英超裡面 我想只有我們一隊打愛華頓 都要當是打大戰來應付 再看看對賽往績 過去五季我們有11次的對賽 取得了6勝4和1負 只是在2021年2月 就輸過一場0比2的比賽 那一季的首循環 我們就踢成2比2 我們有雲迪克被迫福特夾到膝頭重傷的情況 比賽尾段入球球 亦都被判體無月位贏不到 此循環深陷中煙坊之下 就輸了我們近年的唯一一場打比戰 不過整體來說 其實只有一半多一點的勝率 我們就真的不能說有很明顯的優勢 尤其是對比我們近季這麼強勢的整體表現來說 所以打比戰 從來對我們來說都不會是一件輕鬆的事 好了 賽前資訊的部分都差不多了 今晚7點半 你們將會主場應戰愛華頓 展開第243次的墨西賽特拳打比戰 大家記得留意 今集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雷斯台鳳比賽每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和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利視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